剛才有說 下下禮拜會有爆料 對 下下禮拜會有爆料 所以是內容來的事員 剛剛說是金曲獎又解放的歌手還是那些 金曲獎又解放 他有參加過金曲獎 後來 他是歌手 對呀 他是歌手 我有講他是歌手 對呀 內容大概會是什麼樣類似的 好過關 下下禮拜應該就知道了 對呀 先給我們一點點那個 先預告 先預告 預告 大家看到了吧 這就是記者 就是一定要先破女獨家 要這樣花樣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不會這樣放過我 OK 我能講的是 他是一個女歌手 後來他是參加過金曲獎 後來參加金曲獎之後 他已經很久沒發片了 那最近他也出了一些事情 對 那我們只是把他過去的歷史 真相跟大家在 你知道我都講過去歷史的東西 講真相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女神發電機是誰 其實你應該就知道了 其實你明明就有答案 但你就要從我嘴巴說出來 你好會裝傻 我相信你不知道 不可能 我那個告訴他 我覺得你其實知道 我不知道 好可憐 你應該記者就這樣 從以前他是這樣子 OK 我當然能講就是這個樣子 他是個發電機 他是個發電機 他這個發電機 他的男朋友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一張我失誤過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狗仔 能拍到女星的男朋友 而且從來沒有失誤過 而且交往不到兩三個月 就一定拍得到 大家可以思考這樣的問題 對啊 你看我們過去也拍到那個誰 拍到謝金燕 有失誠子的事情 今天這個事情我們拍得很努力啊 結果拍到之後 今天自己承認了 但人家可以藏了十三年了 對啊 人家可以藏十年 那為什麼你的戀情慘無助 會換得這麼快 這樣應該很明顯了吧 我五月的時候 我確診了 在五月的時候 我確診的時候 五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我阿嬤也確診三天後離開的人事 這個位置是留給我阿嬤的 對啊 對啊 我覺得有點難過的是說 她倒在床上的時候 我沒有好好陪她 我在工作 後來 今天輸出來了 後來結果 我阿嬤還很激勢的跟她分享 所以我很難過 那其實 我阿嬤是一個很開眼的人 她從不跟人家生氣 所以 我覺得我姐姐本書出來的時候 最大的遺憾就是在這邊 如果兩年前就出的話 今天就沒這個遺憾 對啊 這是我媽媽 對啊 我媽媽非常偉大 她 好啊 我從生住人的那天 我就單親 我就沒有爸爸 到今天 我媽一個人幫我服用長大 她還教會我做的事情 她還不准我去婚幫派啊幹嘛的 所以我小時候就 就有一股正義感啊 像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又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 輸入剩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